玩什麼就會變成這樣 沒有 他沒有這樣講 我們用的版本就是 就稱為叫向線腳 這樣有了解嗎 好 這東西要給你看一個 今年發生的一件事情 這個 這螢幕幫我開一下 這怎麼開呢 這樣就才一台吃了啦 欸對不對 你如果暈倒你會跟我講 什麼東西 欸 現在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他不會呢 好 就唱一首歌 好了好了 好 你還沒在那裡嗎 蛤 沒有我下課都睡著了 我真的不知道上課 欸給你們看一個東西喔 算了算了 重點 你也餐廢有倒露 好啦 成績喔 你知道那個 高中生是考學測嗎 高職生是考什麼測 統測 統測的數學有很多科 我們來看他今年的數學V 他有一個題目 等一下給你看一下 然後你告訴我 你對這個題目有什麼感覺 他的題目喔 數學V 來我們往下拉 今年的喔 請一陣子才考而已喔 你看不到嗎 他不知道 為什麼 我等一下幫你放大嘛 來你看到這個單選的第二題 這個單選第二題 你有看到嗎 單選第二題他說 欸這樣看不看到 他說 θ是一個什麼角 向線角 而且我們從計算機裡面發現 sinθ跟cosθ 算出來都小於0 然後他問你說 這個θ是第幾向線角 它下面有四個選項 第一向線角 第二向線 第三向線 還有第四向線 請問你你覺得這個題目有沒有怪怪的地方 向線角 向線角 對 向線角 可以歸類為第幾向線角嗎 不是 他講向線角 就已經把這個角度鎖定在 0度 90 180 跟270 還有他的很多好朋友就是他們的同界角 都算是向線角對不對 你知道同界角有無限多個對不對 反正我一直加360 或一直減360 Always可以得到他的同界角 好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喔 這個題目你覺得有沒有bug 有 有 那有bug要怎麼辦呢 你覺得 這大考 小於的0 這大考 怎麼辦 大考 你覺得最後怎麼辦呢 猜C就對了 猜C就對了 猜C答案是C吧 沒有 這一題答案是錯 對 今年考試 他出題出錯 其實這種錯誤是不可允許的 因為這種大考其實都要非常小心 自自斟酌 可是你 他說 他說這題答案就是不要選的才對 什麼叫不要選才對 因為郭忠祥 其實他也有道理 你不管選什麼 他就選 他就不要選 OKOK 你選擇就是被騙子耶 你選擇有兩種 一種是不要選 一種是選 好 閉嘴閉嘴 我正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你的名詞越來越多囉 你國中學過什麼 對頂腳 內錯腳 還有一個叫什麼腳 同位腳對不對 你今天學到這個叫什麼腳 統界腳 靠板還講一個什麼標準位置腳 然後 然後我們還談到什麼地級 向線腳 這些名稱 你都要把它注意 把它搞清楚 不要選會不會考 就是你本來就應該把它搞清楚 我們不要什麼東西都跟考試做連結 好不好 來我們看到199頁 那個隨堂練習 我們直接來看答案喔 大家一起看 下列各腳在標準位置的時候 來你把它畫起來 請問你什麼叫標準位置 標準位置就是說 以A軸正向當什麼邊 屎邊 請問你下列這些角度分別是第幾向線腳 請問你-100度在第幾向線 第3向線寫上去 來問你120度在第幾向線 第二 390度是360 再加幾度 30度 所以告訴我在第幾向線 第一 300度在第幾向線 第四向線 考試考這個你如果錯我會生氣喔 就這麼簡單 這種題目也會錯去吃大便喔 接下來 趕進度啊 翻到200頁 哈囉 對 翻到200頁 對 翻到200頁 對 翻到200頁 好 好啦 今天特別餓 今天特別餓 然後我們猜也不如一啊 呵呵 而且現在有幾個 才有幾個 欸這個立體要 那第三節色好不好 所以有人在計劃加芥末嗎 有人要 雞排加芥末 雞排加美粉才奇怪嗎 加美粉 加美粉 加美粉最早的吧 美粉就是 屁啊 為什麼雞排要加美粉 加美粉 加美粉 都加 都加 我錢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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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來做選擇 炒的東西就會常遇到吃甜的一項子一樣 欸 好啦 閉嘴閉嘴 不要講話 欸這個題目你要仔細聽喔 我的做法跟課本不一樣 他說 他說 P點四負三 是標準位置 叫做 中邊上的一點 求上一口 上一根 你猜這種題目 他有很多做法 我們現在喔 我跟你講 你們這屆開始 只要練一招 就我們就學善意 就把一招練到幾隻就好 用單位員來做 當然你說老師 除了單位員之外 有沒有別的做法 有喔 這個做法好多種的 如果你就看我早期的影片 你會發現喔 這個也有那個也有一堆做法對不對 我們現在就不要講那麼多 我們課程時間有限 我們就用三角函數的最基本定義 就是什麼 單位員 請你現在 在你課本上畫出一個單位員 我怎麼不想動 快點啦 畫醜醜的沒關係 但是你就畫一個單位員出來 怎麼樣 好餓好餓喔 叫我屁啊 圓要畫大一點喔 你不要畫個小布拉基的圓 根本就不要很大的位置要怎麼畫大圓 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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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 我大七一點喔 來 O點 這圓點喔 我先帶同學來看一個東西 剛好這邊 op線段長度是多少 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 坐標相減 平方相加 再開什麼號 更號 兩點之間的距離公式 所以這個是四減掉零的平方 你最好這個東西要學會喔 這不是現在才教的喔 這以前就學過了 再加上什麼東西 負三 減零的平方 這什麼時候教的喔 高一上啊 你高一上都忘光了嗎 坐標相減 平方相加再開更號 原理是必是定理來的 所以請問你 op線段長度是多少 5 這個是5喔 你從這裡可以看出一件事情 這個p點在圓的什麼地方 4 這個是圓點 這是圓心 這是一個單位圓 這個點到圓心的距離是5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點在圓的外面 你說老師這不用算我也知道 但是我們就是幫你算嘛對不對 這個點叫4-3喔 4-3應該在比較遠的地方 來我們把這個點畫出來 p點 來4-3 畫一個大概的感覺啦 來我等你喔 你把這個東西畫出來 我這個做法不是最快的做法 但是我們現在不求快 我們現在就是求 就是穩定好不好 我們就求穩定 就是一個穩定的做法 就把這一招練到極致 你懂我意思啊 這怎麼歪歪的 然後花有塊水平點 這什麼上圍上面 OK 好 來 那現在喔 他的這個角度是這樣喔 這個角度是這樣 這個叫做誰 這個叫做θ 對不對 根據定義喔 同學我問你 這一個點喔 這一個點 如果叫做q點的話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個q點的x座標 數學上叫做什麼東西 cosθ 對吧 這是定義喔 定義就是規定喔 對吧 單位圓上有一個動點 叫做q對不對 來 他的y座標叫做誰 叫做算一次一下 換句話講 同學 你現在知道我想做什麼對不對 我只要把q點的座標算出來 這一題就結束了 對吧 我只要知道q點的座標就好啦 好 那q點的座標怎麼做呢 其實這個題目 很像小朋友 國中生就會做的題目啊 來你看這邊喔 你把這個直角三角形把它畫出來喔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我覺得你應該看懂我在寫什麼對不對 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是什麼關係 相似吧 方大縮小燈嘛 對不對 那我問你喔 這段長度是多少 這單位圓是1喔 那我問你這段長度是多少 5 所以你們喜歡用放大的概念還是把它縮小回去 其實都可以 隨便好不好 譬如說來這個叫cos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個放大幾倍才會變成它 所以你應該知道五倍的什麼東西 cosθ應該會等於多少 4啊 所以同學cosθ是多少 對啊 5分之4啊 我這是用定義做喔 這是三角函數的定義喔 這樣做一點問題都沒有 沒有人可以質疑你喔 這是三角函數的定義喔 來那我問你喔 這個是不是等比例放大 那個放大等 來放大五倍 所以這邊是五倍的什麼 sin cta 會等於多多 欸 負3 Yeah 所以你馬上知道 sin cta 叫做誰 叫做五分之負3 這樣可以嗎 對不對 啊 sin跟to sin都出來 那請問你 tangin怎麼算 相除 tangin的定義 就是sin cta 再除以多少 cosθ 那你把它相除 其實用看了就知道啊 答案是負的多少 負的三分之 欸等一下 sin cta 寫錯了 負的多少 四分之三 我等你 你把它寫上去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做法跟課本有一點不一樣 其實課本喔 我們以前還會教學生另外一種做法 你知道嗎 那個叫參考教 但是同學那個參考教那個做法 我們現在不教了 我們不教我們現在就是 全部都用單位員來做 這樣可以嗎 參考教你知道它是參考什麼嗎 參考這個直角三角形 你懂了 就這個啦 這個啦 這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就用什麼對邊零邊斜邊 就是說即便你今天角度 超過不管是幾度對不對 你還是可以創造出一個直角三角形 然後你這個是斜邊嘛 這對邊嘛 這零邊 你還是把這個賽看成是什麼斜邊分之對邊對不對 就是你懂嗎 他還是不管怎麼樣 還是用什麼邊分之什麼邊去想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我們就不講那個做法 我們現在就全部都用單位員來做 這樣可以嗎 一招就打拼天下無敵手 這樣好不好 你就用這一招就可以了 現在給你練習一下 請你同學翻到課本來 翻到後面來 200頁 200頁上面有兩個小題 我給同學三分鐘到五分鐘 你要不要做一下 球他給你兩個圖喔 各圖中 sin cos 跟tang 的值 我建議同學用我黑板上這個做法 先畫一個單位員 然後 算一下那個點 到那個 圓心的距離 然後就是用這種概念去處理就可以了 這樣好不好 那你昨天算是什麼 吃負號 吐負號 蛤 吐負號 那個就是 怎樣 你對昨天那個概念有點不太清楚嗎 對我 差不多 你們先算喔 我等一下來回應一下那個 許懷瑞的說法 你們先算喔 你把單位員這一招練到極致 我告訴你 就什麼題目都能做 這種類型的題目 只要學這一招就夠了 反正你只要把這個Q點了之後 不要找出來就結束了 像是三角形都會比一下就知道了 這很簡單 有需要我幫你們寫的 有沒有哪一題不太會做 你看看喔 坐一下 是 那如果要用角度去表示 三維空間的點的話 是不是要用兩個角度 你說角度怎麼樣 還表示三維空間的點 對 要用兩個 對要用兩個 這個等到我們講到立體的時候 再來說 我們現在還是在平面集合上面 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這個你們可以自己回去做 來同學你先抬頭 我先回應一下許懷瑞的東西 來同學我問你喔 這是個單位圓對不對 這是個單位圓 這個逆時針旋轉 這個角度叫θ 這個順時針旋轉 這個角度叫-θ 你告訴我這兩個三角形是什麼關係 全等 什麼相似 這根本就全等嘛 對不對 那這個點如果叫p點 好 那你告訴我 這個p點的x座標叫做誰 根據定義叫做誰 cosθ 那這個p點的y座標 根據定義叫做誰 sinθ 沒有問題喔 這就是定義喔 定義就是規定喔 好 那請問你這個q點 他的x座標 叫做誰 叫做誰 叫做cos的什麼 -θ 對不對 然後y座標叫做sine的什麼 cosθ 對吧 這q點的s座標喔 對不對 我們現在已經允許我們的角度是負的 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喔 好 那我現在要同學觀察一件事情喔 請問你喔 這一個p點的s座標 跟這個q點的s座標 你覺得他們的s座標怎麼樣 一樣喔 怎麼會相反 p點的s座標跟q點的s座標 一個在第一向線 一個在第四向線 這兩個三角形是全等的 他們s座標不是一樣嗎 那s座標是一樣 那就代表說cos的-θ 就會等於多少 就會等於cosθ 所以我們就說cos會把負號怎麼樣 吃掉 對不對 cos會把負號吃掉 就是這個概念 那我問你喔 你看這邊 我盡量講的很簡單喔 這個p點的y座標 跟這個q點的y座標 好嗎 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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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